嘉义市长选举是今年最后一场选战 那么在选前黄金周 蓝绿两党都卯足了权力 来拉抬选情 那么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逸 上午是由这个前卫福部长陈时中 来陪同扫街 不过这日前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曾经在节目上批评陈时中 认为他应该在选后出来 说清楚针对败选好好检讨 而不是两手一摊就跑人 还批评陈时中是大男人 正没出席 那么陈时中今天上午呢 也做出了回应 先带您起来听 陈时中说自己呢没有神隐 而他这一周之内就两度来到了嘉义市来服选 那么也说这个李俊逸提出很多好的证件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争取连任的这个黄敏惠啊 一大早则是到市场扫街拜票 也受到支持者的欢迎 而嘉义市议员的选举投票率 虽然呢超过了五成 但是一年要选两次 黄敏惠也担心这一次的延长赛 投票率会受到影响 那么也当然了 蓝绿两党选情催票都总动员